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防疫不断激起民怨 优化防疫20条推出之后 部分媒体开始转向 指出病毒并不可怕 同时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表示 中国防疫斗争具有复杂性 兼具性跟反复性 关键是要算大账算总账 中国国家卫健委官网上午公告 16号0点到24点 新增23,132例本土病例 包含5症状感染者 其中以广东9822例 以及重庆的4042例为最多 中国防疫奉行动态清零 导致地方政府采取极端政策 近期河南郑州富士康长区员工 更是因为物资不足 以及对染疫的恐惧 大规模徒步返赏之后 中共中央改推出 油化防疫20条软化清零科症 根据中国多家媒体指出 在20条发布之后几天之内 深冬、安徽、河南、海南、青海多地相继发布 例如取消查验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 还倡导婚宴、迎办进办 不再甄别、次密接等相关措施 健康时报开始提倡 报导病毒的严重性减落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利 近日受访时也强调 从数据显示 当前确诊染疫大部分是无症状感染者 还说病毒趋于稳定 独立趋落的几率非常大 不过人民日报15号 依旧喊出坚定不移 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尽管也坦言病毒并不是那么可怕 但是17号 人民日报再度发表 庶民为众英的评论文章 表示病毒疫情全球流行的将近三年 从发病率到病亡率两个指标来看 中国人受到疫情的影响 是全球最小的 正因为始终坚持动态清零 中国才保证极低的发病率 以及病亡率 文章强调坚持动态清零 是对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的最好践行 文章还写到 防疫斗争要算眼前仗 更要算长远仗 尽管防控局势依旧严峻 但是中国完全有基础 有条件 有能力实现动态清零 打赢常态化疫情防控攻击战 文章最后还写到 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验证情绪 绞尽心理 松进心态 抓拾好疫情防控各三工作 就一定可以巩固疫情防控 重大战略成果 实现疫情防控 跟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中共新一届领导班子大致底定 先前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儿 并未入场 使得外界关注 不过消息指出 陈明儿可能会先接任天津市委书记 经过五年历练之后 在二十一大更上层楼 中央摄影术 香港南华早报报导 五年之后 中共二十一大 陈明儿继身政治局常委的机会 依旧很大 新加坡国立大学理工要公共政策学院 副教授吴慕伦分析 虽然陈明儿本届并未入场 不过他接下来可能会先出任天津市委书记 尽管从重庆调任到天津 并不是晋升 不过丰富的地方执政经验 将可以为他下一次的领导阶级该组做好准备 吴慕伦表示 毕竟习近平可能会迈入第四任期 他需要一直有忠诚的人在他身边 先前有另一篇分析认为 被视为习近平接班人性的陈明儿 没有入场 而胡锦涛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春华 甚至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都没有进入 所以代表二十大诞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之中 没有潜在接班人 时事评论员李灵一表示 陈明儿的资历并不比蔡奇还有丁薛祥不好 他之所以没有入场 其实是习近平不愿发出他想退休的信号 他认为习近平还担心如果指定接班人 那么低层官员可能会向接班人靠拢 这样对习近平的极权就非常的不利 目前中共接班人将会面临到两个困境 也就是接班人必须在领导人还在时就开始巩固权力 如此上台之后权力才能比较稳固 只是一旦开始拉帮结派就会构成对现任权威的挑战 但是不拉帮结派不建立归旺的话 一旦领导人离去 接班人上位之后相对容易受到挑战 例如毛泽东前三位积任者要么在可怕的情形之下死去 要么像王洪文那样在监狱之中度过一生 报道指出陈明儿求学跟工作在浙江省度过了将近30年期间 从1999年到2001年担任中共浙江省机关报的浙江日报社长兼党委书记 之后习近平2002年到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 他则接贯省委宣传部 陈明儿是习近平忠实拥护者 也是习近平主导的之江新军的要员之一 中国网友在新闻或是文章下方留言表示看法将更加受到限制 中国国家网信办16号发布新版规定将在12月15号实行 内容规定除了网站要审核之外 公众号经营者也要加强审核以及跟帖评论内容 新华社报导中国国家网信办表示 现行在2017年10月1号开始实行的 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法规 随着网络新的技术新的应用的快速发展 网络跟帖评论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形、新的问题 需要因应情势发展变化来修订完善 新版规定共有16条 叫旧版增加3条 重点明确的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 以及对跟帖评论的管理责任 同时要求使用者以及公众账号 生产营运者应该遵循有关要求内容 网信办还强调 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 可以依照用户服务协议 向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 申请跟帖评论区的管理权限 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应该对公众账号 生产运营者的跟帖评论管理情形 进行信用评估之后 合理设置管理权限 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报导指出新版规定 目的在于加强对网络跟帖评论的规定管理 维护国家安全跟公共利益 保护公民法人跟其他组织合法权利 促进网络跟帖评论的健康发展 美国之音指出 最近一个时期 中国当局进一步加强对网络的监管 公众在网络上讨论的话题 受到当局更加严格的限制 像是微信或是微博等社群平台 封杀或是删除贴文跟评论的事情 比比皆是 在上海、西安、郑州、新疆、西藏等区 发生重大疫情跟其他灾难时 当地民众反映自己遭遇的各种生活困境的言论 小视频以及转发都会遭到屏蔽 广大的网友为了躲避网络审核 被逼无奈 只能使用大量的错别字 来替代所谓的敏感词 导致网络中文一片混乱 有媒体翻查公开资料之后发现 近20天以来光绪在乌鲁木齐 警方就已涉嫌在网络上散布疫情谣言罪 扰乱公共秩序 逮捕至少12位网友 为了尽快平息当地丑闻 官方还展开封杀行动 在15号发布三期典型犯例 表示在疫情期间 有网友利用网络恶意刷屏 扰乱网络公共秩序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将被公安立案审查 英国政府16号下令 要求一间中国国有企业 出售对英国最大半导体制造商的多数持股 此举恐将会激怒中国 此前英国首相苏纳克才取消原定 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顾 还表示台海现况不应该被灯方面的改变 英国随时准备支援台湾 综合媒体报导 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发表声明之后表示 在经过相继的国安评估之后 英国商业大臣夏普斯阻挡由中国企业 文泰科技持有的荷兰公司 安氏半导体全面收购位在英国威尔斯的 纽波特晶圆厂 该发言人表示 夏普斯要求安氏半导体出售纽波特晶圆厂 至少86%的持股 避免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 中国智能手机巨团文泰科技旗下的 荷兰公司安氏半导体 已经在2021年7月 完成对英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纽波特晶圆厂的收购 收购金额并没有对外公布 而在伦敦跟北京之间关系制意紧张 以及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审核 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之下 这笔涉及英国重要工业资产的交易案 在英国政坛引起反弹 不过对此安氏半导体表示震惊 他们说收购案先前已经经过两次审核 公司将会提出上诉 推访伦敦当局的决定 另一方面 英国首相苏纳克在上个月上任 已经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不过他也表示 有意跟中国维系贸易关系 苏纳克原本计划 本周在G20峰会期间 跟习近平会面 不过由于西方盟国召开紧急会议 以回应一枚俄罗斯飞弹 攻击北约成员国波兰的事情 使得苏纳克跟习近平的会面 因此取消 不过英国卫报指出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 将中国称之为系统性竞争者 之后的特拉斯则承诺 会在官方声明跟文件之中 正式将中国重新定义为威胁 如今苏纳克又改口表示 中国是系统性的挑战 显示出英国对华立场又开始软化 彭博社也认为 苏纳克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 不如特拉斯强硬 彭博社还指出 苏纳克上任三个礼拜以来 对中国态度 显示出他似乎很想重启 跟中国的关系 不过彭博社也提到 尽管苏纳克对中国态度趋于软化 不过在台湾问题上面 他跟特拉斯一样采取谨慎保留的态度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苏纳克表示 他不支持片面改变台海相况 还呼吁各国应该就目前局势 给出和平解决的方案 他一补充表示 我们随时准备好支援台湾 就像我们随时准备好 抵制中国的侵略是一样的 至于英国是否会向台湾输送武器 他并没有给予正面回应 不过也说不排除其可能性 美国本月8号举行国会期中选举 在历经多日开票之后 多家美国媒体消息指出 共和党籍在众议院 已经取得218席 达到掌握众议院所需的门槛 现任总统拜登 未来两年任期 恐怕难以推动法案 不过选前预测 共和党将会出现的红色浪潮 并未如预期 参议院还是由民主党来掌握 中海媒体报导 其实从过去历史来看 美国期中选举通常会出现翻盘情形 其中一党总统上任两年多之后 历经期中选举 通常会被另一党来掌握参众两院 使得剩余任期形成跛脚情形 例如川普任期之内的期中选举 民主党冲上国会 川普推动的许多政策都遭到否决 而共和党此次选举之前信心满满 相信红潮回归将会拿下参众两院 结果不仅这一参议院 以49席比50席翻盘失败 众议院也仅以218席比208席 少福胜出 有专家分析 这是因为美国近几年 人口结构产生变化 不利共和党的选情 而且民主党在30岁以下 年轻选民之中得票率 比共和党真正高出28个百分点 而这对共和党而言 可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时期 将来更势必要面对蓝色浪潮 不过由于众议院多数党 换成共和党 议长预计将会由麦卡锡来出任 拜登已经向麦卡锡致电祝贺 未来两年 由于参众两院分属不同政党 也让美国政局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 报导分析 失调众议院关键多数 将加剧拜登未来两年执政难度 包含堕胎通膨在内许多重大法案 通过众议院的机会将大幅减少 此外预计保守派人士在拿下众议院之后 将会持续调查拜登政府官员 跟他的儿子杭特的事情 关于国际事务方面 共和党也可能会减少美国政府 在俄乌战争之中 对乌克兰提供的经济跟军事援助 拜登16号对共和党赢得众议院表示祝贺 他也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 美国人民希望我们可以为他们把事情做好 而我将与任何愿意跟我合作 拿出成果人合作 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 而在共和党赢下众议院的前一天 前美国总统川普15号宣布再次竞选总统 但是从本次美国中期选举之中可以看见 川普魅力已经大不如前 川普所支持站台的候选人多半没有胜出 这也带对他出征宣言而言 并不是个好现象 此外保守党派亿万富翁 亚世兰黛继承人兰黛表示 他不会资助川普参选 这也成为最新一个跟川普保持距离的共和党大金主 就连德国总理萧尔茨都表示 他希望美国审民可以在2024年时 再度上民粹主义说不 日本政府宣布首相岸田文雄17号将在泰国出席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 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顾 不过北京方面还没有做出相关宣布 这将是日本跟中国领导人时隔三年以来第一次举行面对面会顾 中海媒体报导 宋野博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有必要通过日本跟中国双方的努力来建立建设性的稳定中日关系 我们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推进日中双边关系的发展 岸田文雄在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束之后 曾经在2021年10月跟习近平通话 而本次将是两位领袖首次的面对面会议 习近平上一次跟日本首相面谈是在2019年12月 当时他在北京跟已故的时任日本首相安倍竞赏毁灭 中日关系长期争议包含东海骚到主权贵宿 以及二战道歉问题 今年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访问台湾之后 中国向日本附近水域发射弹道飞弹 两国关系进一步紧绷 日本跟其主要盟友美国谴责中国行动 日本在其2019年国防白皮书之中 还把中国确定为其主要对手 担心北京对国际准则的谬视 以及对台湾打压跟快速军事现代化 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 报导表示近期暗天在国际场合不断地强调 世界不允许凭借武力改变现况 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 国际秩序不可或缺 这也被解读为是他目前正在努力 争取更多支持应对中国的挑战 中国一向反对他所说的美国在亚洲地区 拉帮结派介入亚洲事务的说法 观察人士表示 中国希望借助今年至中日关期正常化 50周年的机会来管控 甚至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 此前习近平14号在巴黎岛跟拜登 举行众所矚目的面对面会谈 华府专家普遍认为 尽管中美双边在台湾问题上 皆没有让步 但是外协会结果还是比预期要好 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库博表示 我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结束之后 似乎希望进行一点微笑外交 试图解决中国在对外关系上 遇到的一些挑战 不仅是跟美国 还有跟其他主要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之后还在一天之内 接连会见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 韩国总统尹熙悦 以及荷兰首相吕特等 这些会谈被视为 中国跟相关国家改善关系的企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首号开始进行为期八天的东南亚行程 就国际新议题跟东协国家深入探讨 宣传日本立场跟举措 不过消息指出 岸田文雄内阁支持率持续探底 来到2021年上任之后最低的33% 也照上个月调查下滑5个百分点 同时是连续4个月创下新低 美国之音报导 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参与东协领导人会议之后 岸田向东协各国表示 明年计划提出为东协自身的印太构想提供协助 分析人士认为 日本将更加积极的协助经济 外交军事合作等各个方式 来拉拢东南亚的国家 跟日本一起防堵中国在印太区域的势力扩张 分析表示中国是东协最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东南亚中国必定十分重视 跟中国的经济合作 希望在美中竞争之间保持中立 不过中国在地区 尤其是南海的扩张 已经也使得东南亚国家们 感到主权被中国侵犯的风险 因此必须依赖美国跟日本 而目前日本正在向东南亚国家提供各项援助 透过各种对话解决问题 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东南亚以及南亚协会理事长林洛二表示 日本在东南亚深更已经超过40年的时间 几乎每一届日本首相都会每年访问东南亚 跟东南亚中国从经济合作开始密切合作 他认为岸田必定利用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实体峰会 跟东南亚中国进行私下讨论 包含中国议题 分析指出日本跟东西的关系是比较信任度高的 可能比美国跟东西的信任度还要更高 东南亚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大市场 在跟中国一带一路合作上面 即便有冲突还是会持续下去 但是东南亚国家非常信赖日本 在CPTPP合作预期会有很好的成果 这是中国无法期待的 不过在此同时 NHK从11月1号开始 联系三天针对日本18岁以上民众 进行抽样的电话民调 结果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从上次调查的38% 下跌到本次的33% 连续四个月创下新低 不支持率也从上次的43%提升到46% 报导提到岸田内阁近日可以说是风波文端 前经济在身大臣卷入统一教争议而请辞 现任法务大臣因失言问题确定下台 事情都还未平息 现任总务大臣却又陷入政治现金的丑闻 由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议员之间 开始吹起一股赶快安倍晋三的氛围 而目前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岸田 对民调的波动更是非常的神经质 据了解他甚至因为内阁的不支持率 提升了几个百分点而破口大骂自己的情形 韩国总统尹习岳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当天在G20会议场边举行首次的面对面会谈 尹习岳呼吁中国在遏制朝鲜调整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则表示将加快两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跟韩国领导人今天在印第巴黎岛 举行G20峰会场边 举行两个人首次的面对面会谈 时间大概是25分钟 两个人会面之际朝鲜进行武器试验 引发的紧张局势逐渐升温 平党今年释售创纪录数量的飞弹 其中包含一枚可能失败的洲际弹道飞弹 并且朝向大海发射数百枚炮弹 而在此追计 韩国跟美国举行一系列联合军演 引席月办公室发声明表示 引席月对于朝鲜发起 牵索卫星的盒子跟飞弹挑衅 加剧区域紧张局势表示犹新 报导指出引席月在跟习近平会谈之中表示 希望加强双边合作 以遏止朝鲜的核武跟导弹发展 并且应对气候变迁等区域跟全球性的问题 韩国总统办公室指出 引席月当面敦促中国 在遏止朝鲜核武跟弹道挑衅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对此习近平回忆 中韩双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共同利益 希望韩国积极改善跟朝鲜的关系 不过根据新华社的通稿 习近平在跟影席院会晤区中 并没有明确提起朝鲜半岛的议题 《纽约时报》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依旧还得持续 中国加强收复对台湾的承诺 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之间冲突加剧 分裂国内的政治分歧 而在拜登政府经历被分散到许多领域之后 分析人士表示 这个事态发展使得金正恩充满希望 让他认为朝鲜可以冲向以前冷政时期 从北京跟莫斯科之间得到那样的财政跟军事支援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金正恩最终目标 是让朝鲜被承认为一个可信的永和国家 并且跟华盛顿进行财政谈判 他想用放弃部分核武库来作为交易 换取解除制裁 近几年朝鲜一直在测试新的导弹 金正恩可能认为更大的武器库 可以增加他在谈判上面的筹码 至于美国通过加强两国经历的军事联合演习 重申保卫韩国的承诺 对此韩国总统尹徐叶13号下午 也跟美国总统拜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举行大概15分钟的三国首脑会谈之后 发布联合声明 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 这是三方领袖首次签述一栏字 兴致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对于朝鲜接连的挑衅 给予强烈谴责 表示将合作加强规则 并且为此决定此时共享 朝鲜导弹警报讯行 联合声明也表示 在调整对朝鲜制裁的同时 也将携手促进国际制裁 得以切实的旅行 日本今年第三季 去除物价变动影响 并且经季节性调整之后的 实质GDP意外撒涨 最减0.3% 年减1.2% 三个一年之后转为衰退 也反映出虽然日本内需稳固 但是在通膨疫情等影响之下 私人支出复苏明显法力 综合媒体报导 根据日本内阁副15号公布的 第三季GDP 纪减年率为1.2% 远远不及市场估计扩张的1.1% 跟第二季修正之后的 纪增年率4.6% 第三季GDP 纪减0.3% 反观市场预期 纪增0.3% 证据日本GDP 大部分个人消费报 纪增0.3% 连续四个季度的正增长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确诊人数持续增加 不过当局并没有实行更加严格的移动管制 严调机构显示 随着旅游开放 路径旅游反弹跟贸易逆差的缩小 日本第四季有机会出现经济增长 不过第八波新冠肺炎疫情跟通膨数据 将会影响经济复苏 报导指出 全球通膨飙高 多家央行收紧货币 以及额污政争 持续为日本经济增添压力 在此同时日本陷入日元重贬的挑战 日元兑美元汇率重挫至32年新低 从燃料到食品价格无一不涨 家庭面对沉重的生活成本压力 一年之前日元兑美元会价为115日元 如今已经跌到140 日元贬值虽然有利出口 不过也造成进口成本的飙高 日本石油依赖出口 大部分食品也是从海外输入的 水上加松的是额污战争也推高能源跟粮食价格 占据日本经济超过5成的民间消费 第三季迹增0.3% 由于分析师预估上升的0.2% 但是远远不及第二季迹增了1.2% 此外数据也显示消费者支持持续承受压力 第三季实质薪资减1.6% 不仅连续第二季下滑 而且减幅大于前一季的1.2% 第三季出口迹增1.9% 不过进口增幅更是可观 较前一季迹增5.2% 这也代表外需将GDP消去的0.7个百分点 隆林中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南武志表示 第三季经济萎缩令人感到意外 并且指出虽然取消疫情限制 让经济得到一些缓解 但是未来病例的不确定性 依旧让经济前进蒙上阴影 不过部分经济学家依旧认为 日本政府旅游补贴等刺激措施 将会促进私人消费 日本第四季GDP将会恢复成长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也认为 日本第四季GDP年增率 预估将落在2.14% 大核证券经济学家也估计 日本第四季GDP将年增4.4% 主要因素为家庭支出 强劲复苏 由丰田、松米等8间日本企业 成立的新公司Vipidus 将致力于下一代芯片的开发跟生产 日本政府将为这间新公司提供 将近5亿美元的补贴 目标是在5年之内 量场2奈米以下的芯片 以跟上台积电跟三星脚步 德西称此举是日本管回空白10年的最后机会 日本经济神表示8间重要企业 包含日本Sony、软银、丰田汽车 以及通讯大厂日本电信电话公司 已经共同加入这家新成立的企业 新公司Vipidus在大丁域里面 视为快速的意思 将致力于开发下一代或是后5G半导体 这些先进晶片将可以让智慧型小型工具 跟智慧型程式都可以使用高速感测器跟传输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日本将专注在于对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半导体产业 这项产业将吸引政府跟非政府部门的投资 长期以来日本都以作为技术强国而自豪 包含其芯片生产 但是日本金产神承认 日本已经在全球竞争之中落后其他国家10年 包含美国、韩国、台湾跟一些欧洲国家 金产神表示要保持在技术领域之中的强国地位 现在是日本的最后机会 但是改变需要时间 金产神表示 日本实现晶片大规模生产的预期时间是 2020年代末期或是数年之后 参加Repetus项目的日本企业 有丰田、Sony、软银、凯霞、日本电装、日本电器 日本电讯、电话等7件公司以及森林银行 除了日本政府补贴之外 森林UFJ银行出资3亿日元 其余7件公司各出资11日元 三一代金片有望成为人工智慧 跟自动驾驶系统的关键部分 日本政府表示 对该项技术的投资将带来就业机会 以及经济增长 美国官宇已经指出 现在这个时刻比过去任何时期 都更加接近看见台海发生冲突 中国已经扬眼 如果有需要的话 有一天会以武力统一台湾 由于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世界的领先国家 中国任何入侵行动 都将会对全球供应店造成严重迫害 同时报导指出 美国芯片禁令对半导体市场的恶化 产生影响 如果中国半导体工厂 无法采购美国企业市占率较高的设备 生产将会陷入停止 东京电子本次将中国企业 停止对其他设施投资的风险 纳入业绩预测 日新亚洲指出报导最后总结 本次新成立的公司 虽然汇集日本政府跟企业的社会 不过出资的发展企业跟政府等 利害相关者还是很多 如果不能像拥有很强领导力的台积电 或是三星一样 快速做出经营决断 那么很可能会造成失败 不过日本企业共组半导体公司 就曾经有过失败收场的先例 新创的Ripolis是否可以稳定发展 还有待观察 RHK分析指出 新创半导体公司必须吸取教训 跟欧美同行合作 弹性适应世界的变化 才可以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 对这种人的变化 我现在下了一段时间的变化